英國女王伊麗莎白二世 在英國當地時間8號與世長辭 英國國會成員9號在議事聽齊聚 來追思英國女王 新任的首相特拉斯 也向王室的成員致意 並且表示 國會將效忠國王查爾斯三世 特拉斯在演說的最後 帶領英國國會成員喊出了天佑無王 特拉斯也說 英國與大英國協之所以偉大 就是因為女王 而除了特拉斯 前首相梅伊還有強森 也以議員的身份發言 言談之中 幾名議員也回憶起了 與女王見面的點點滴滴 並且起身默哀 懷念伊麗莎白二世 哈囉大家好 我是乃魚 要交給大家兩個任務 第一個 華視新聞的臉書專頁 你按讚了嗎 還有華視新聞的YouTube頻道 趕緊訂閱起來 還要記得按讚 開啟小鈴鐺喔